以前我們台灣通膨率 有消費者物價指數 來個0點多已經很了不起了 超過了1%大家就很緊張 現在不是耶 2% 3%就這麼飆破了 來孟道請上來 台經院孟道博士來到現場 我特別要追問 因為3月份的通膨率飆上3.27 9年半來的最高 這種情況幾乎證明 我們國內的通膨 好像有一點點無法掌控壓下來 對不對 是 沒錯 我想大家看的是月的資料 我再講一個數據好了 如果你用年資料來看的話 台灣過去25年來 只有一年飆破3% 所以其實大多數的民眾 他其實對通膨飆破3%的感受 是非常深刻的 對啊 所以你知道嗎 以前是天天一顆蛋 現在是三天一顆蛋 因為蛋太貴了 這是史上第二高的通膨 是 沒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這一次通膨會飆得這麼高 主要還是因為什麼 我覺得還是二物戰爭 因為它全面拉高全球能源跟糧食的價格 烏克蘭是重要的糧倉 是 沒錯 那你就看一下說幾個數據 你看一下能源的價格主要是取決於什麼 原油價格 原油價格過去去年沒筒 這是用OPEC的油價來看 它大概是100美元 現在應該說現在已經高達100美元 去年不過也平均也才70美元而已 漲了30塊 對 漲了30塊 另外你再看一個數據 FAO 就是聯合國的糧榮組織 它會公佈一個糧價指數 OK 它現在已經高達159.3點 創下歷史的高點 平均年增率高達33.6% 這證明了全世界的糧食 在2022年的此刻 是最貴的時候 是 沒錯 史上最貴的 去年可能一樣東西你買100塊 今年你要134塊才買得到 沒錯 OK OK 那你再看這兩個數據 你就會發現到 其實它如果真的反映在國內上面 最主要反映在哪裡 絕對是什麼 交通通訊跟食物這兩塊 因為食物要從中南部運個菜 高麗菜到北部給你買 油用到了 交通通訊車子要加油才泡得動 有一漲萬物皆漲 對 沒錯 我們直接看下面 先看下面這張圖好了 你就看一下 這一次CPI組織 我們大概可以分7大列來看 平均值在哪裡 3.27嘛 就3月的那個數據嘛 把這一條線畫出來之後 發現就只有兩個大於這個 其他的5大列都是低於3.27 那這兩個裡面一個是什麼 我剛剛講的交通通訊 一個是食物嘛 我們就來看一下 你交通通訊其實內涵是什麼 油料漲了19.2% 機票漲了5.03% 所以這其實都是因為什麼 二屋戰爭把人員價格拉高 帶動上來的 沒錯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是什麼 你再看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 量價指數標新高嘛 所以你看到我們食物成長了5.9% OK 裡面最主要是什麼 蔬菜漲了24.35% 那當然跟天后有關係 但重點是什麼 你要種蔬菜總要一些化肥吧 當然啊 對啊 你發現到俄國基本上是很重要 化肥的出口國啊 結果化肥也標歷史新高了 對 沒錯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是蛋嘛 蛋增加了23%嘛 雞要吃飼料 那些的豆子等等飼料也大漲了 對 所以你在看 因為蔬菜跟蛋都大漲嘛 那你外食費當然穿下159個月的新高嘛 天啊 所以你發現到在這兩個上面的時候 如果大漲的時候 你的通膨怎麼可能壓得下來 而且剛夢到說的好了 種蔬菜要化肥 養雞生出來的蛋 這些需要給它飼料 中南部的蛋 中南部的高麗菜 得送到北部 都要車子來運 這是家蟲的通膨壓力 是 沒錯 那往下走囉 通膨壓力這麼大 怎麼辦 幾乎底定了央航六月份是升息 而且是大升 是 我想大概這還有一些觀察的一些要素在 面向在 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通膨後續我們大概怎麼看 第一個我覺得 剛其實玉塔有帶到過來 二屋戰爭還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講 原物料目前看起來居高不下嘛 那既然居高不下 像你物價要下來 其實就很難啦 對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是 因為剛剛其實玉塔有帶到過 中國的疫情 看起來目前會造成什麼 整個供應鏈很緊張 你貨可能出不去啊 你出不去的時候 大家就會怎麼樣 想辦法去搶貨 一搶貨的時候 就把價格給拉高 沒錯 所以你價格怎麼可能下得來 而且您不要忽視哦 這個是傳產 這個是高科技哦 全中擔了 是 沒錯 那當然有一個稍微好一點的消息 就是什麼 肺德的動作 什麼叫肺德動作 因為看起來現在升息的速度怎麼樣 會加快 所以他如果加速升息的時候 這時候怎麼樣 其實對物價 確實會有一點壓抑的作用 既然有壓抑的作用 我說把這個行為叫什麼 一毫兩壞嘛 那一毫兩壞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啦 現在看起來肺德升息的動作 是很確定的 但是惡物戰爭跟中國疫情 可能不確定性還很大 所以您的那個 聯準會升息加快 就是五月升兩碼 六月升兩碼 幾乎是底定就對了 這看起來機率是非常大 因為一毫嘛 所以這時候我們認為啦 通膨大概怎麼樣 我覺得Q2就是第二季 我覺得有機會見到高點 現在喔 對 就是第二季 因為看起來 其實四五六月 可能都不會低 但是怎麼樣 下半年也許有機會就回落 那就好了 因為去年的機期 其實下半年是逐步墊高的 所以我覺得這看起來 是一個好消息 但問題是什麼 因為央行現在決定要不要升息 關鍵還是在於什麼 通膨嘛 對啊 所以這時候因為在於通膨 所以我們大概有兩個情境 把它給切分出來 讓觀眾稍微看一下 如果真的服務我們剛剛預測 通膨Q2建高 下半年趨緩的話 這時候我認為怎麼樣 央行的動作 六月我看起來 升一碼還是壓力 基本上會很大 三月已經升一碼 六月再升一碼 對 因為它通膨Q2嘛 Q2如果真的飆高說 它一定六月一定會有動作 所以六月升一碼 但是因為下半年可能趨緩 所以它有可能怎麼樣 九月央行一年開四次會 所以它升息大部分都是在季底 所以九月跟十二月我認為有機會各升半碼 因為如果趨緩的時候 它其實升的幅度就不會那麼大 還有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它也有可能怎麼樣 我今天是決定怎麼樣 因為我壓力還是在 所以我就是六月跟九月還是升一碼 那這時候什麼 我如果這個升一碼的時候 我十二月我就不升了 也有道理 所以這個其實跟前面這個幅度也是一樣 跟您報告 孟道已經講了 我們的央行都是季月升息 升降息 所以六九十二這叫季月 但是美國領主會不相同 它會在中間的時候 五月這些還會再開個會 所以他們升息的這個次數 頻率就稍微高一些 所以如果情境一 是通膨在第二季見高點 情境二 如果通膨下半年繼續飆天 然後呢 對 我如果繼續飆 我就想完 因為央行就很在意通膨 如果繼續飆的時候 這時候怎麼樣 跟我們情境不符的時候 我認為六九十二月 也許央行就有機會 各升一碼 這時候幅度就會大於 情境一的狀況 嚇死人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三月份已經升一碼了 是 那這個又各升一碼 那今年一整年下來是升四碼 應該說升三碼 整年下來是升四碼沒錯 真的好可怕的情境二 像孟道講的 如果情境二到下半年 通膨還是很嚴重 我們現在基準利率是1.375% 所以孟道到年底十二月份 我們的基準利率跳高到 我覺得就會到2.125% 突破2% 好恐怖喔 好把情跳 我現在有點起雞皮疙瘩 嚇死人了 孟道不好意思 因為先謝謝您把情境一 到最後年底基準利率還沒破2% 是 那這個機率就比較低 對 沒錯 感謝孟道 非常謝謝您了 超級精彩 幸好我以為情境二的機率是偏高的 所以第二季的通膨有機會見頂了 下半年的通膨壓力逐漸的放緩下來 這個說法跟國方會預估的數字 其實是一樣的 不謀為何 我們開始歸納一下重點了 從玉堂來講起 今天有點恐怖 台股大跌 三百多點之外的關鍵 三大利空 其中一個在中國大陸的疫情 就從長三角擴散到珠三角 畫面上所列出來的城市 您知道嗎 都是台商密集的聚集點 看一下到底有哪些的公司 上海 泰倉市 昆山 所有的公司列在這 產品別列在這 以上所列出來的 幾乎都處在停工停擺的狀態 不要以為社廠在中國大陸 我們又沒在那兒 所以我們不受影響 錯 剛剛玉堂說得好 就算我公司是在台灣 像被動元件或者散熱 機構件這些等等 我廠商是在台灣 但又如何 有些的重要關鍵零組件 印刷電路板中國那兒 沒有賣給我 因為它停工做不出來 沒有辦法賣到台灣來給我 那請問我這些東西 怎麼把它做出來呢 所以輕易反而動全身 顯然的四月份的營收 大家都會大受衝擊跟影響 清掉之後第二個利空 就是外資 外資話說得也頗有道理的 因為COVID-19衝擊到現在 已經2022的第二季四月份了 所以之前遠距教學 或者在家辦公等等 該買的筆電都買了 平板也買好了 怎麼可能每半年就買一個筆電 跟平板呢 因此消費端的電子產品 包括了平板 筆電 手機等等 手機因為東西太貴了 通膨壓力很大 我怎麼可能再換新手機呢 所以這些消費性的電子 底面需求明顯放緩 這麼一放緩先把庫存給賣掉再說吧 因此這些晶圓代工如果成熟製成的 衝擊就會比較大了 聯電世界利基電剛剛看過操作 您掌握一下 第二個利空 台股的重挫來自於國際股市的大跌 因為連亞股也大跌 陸股港股跌重 當然就是剛剛那些的因素了 這個因素佔最大的比重 還不止聯準會態度轉陰了 玉坦跟孟道都講了 五月份多可怕 下個月生涼麻 然後還要再縮表 嚇死人 游泳池的水如果都抽走了 你怎麼游泳呢 股市沒了資金行情 基本面的資基本面行情 有辦法接棒嗎 這是我們在乎的 而烏鎖還繼續在達 這就是三大變數 所以廢辦請看 請小心前面的低點 3030如果一個不小心灌破的話 那麼台股日K直接來了 可能的前低就是這兩隻腳 16764可能會就此就灌破了 萬七破了之後就下側這兩隻腳 可是下側這兩隻腳也不是全壞 我們今天講為什麼會這樣了 因為剛玉堂有講台幣 台幣的重貶是一大關鍵 台幣今天貶到29 見到超過一年6個月來的貶值新低 所以貶了這麼樣的重 外資的賣壓就會持續下去 這是沙盤的主重心 可是剛說了 綠油油魚片當中 還是見到一些些的小紅花 紅花的理由是不要過度悲觀 因為誰能在周易負周 當台幣重貶之下 有些出口為導向的企業 當然就會有匯兌收益 因為我賣給美國賺了這麼多的美元 賣到歐洲拿到這麼多的歐元 台幣現在不是重貶嗎 所以歐美元拿到之後 就可以換更多的新台幣 這叫做匯兌收益股 像這些大力光 玉金光 東洋 河大 胡連 更涵蓋了台積電 因為去年第四季 當時台幣幾乎是在27塊多 現在已經重貶到29塊多了 喊不浪噹這樣就有2塊錢的 作案的匯兌收益了 因此第四季匯損比較重的 這些公司 麻煩您稍微另類思考看看 另外一個是在第二個大主題 剛剛志元有說了 我們常常為了退休 買存股會投資 有配息的ETF 不過通常配息的ETF 被視為價值型 跌時種植 價值型 但是志元說得好 如果中錯之後跌身的反彈 往往彈會又急又猛 成長型讓您賺價差的 您也不能落掉 因此ETF您可以用配對的方式 當作您投資ETF的首選 怎麼個配對呢 00878國泰永居高股級 是價值型的881國泰台灣5居家 是成長型的 成長負責您工 然後呢價值型負責您手 您看哦 合計規模超過了1000億台幣 從受益人數80萬人超過 規模超過了1000億 都證明了雙居的ETF 工手兼具全掌握 現在國人也學到這一點了 但當然最重要的是 878跟881 該包的都包進來了 878主重心包的是價值股 您看哦 878它的標的指數哦 如果光看它的本益比 比大盤來的低 我們挑股票就挑 本益比低的股價委屈 股息殖利率比大盤還要來的高 大盤的股息殖利率大概3到4% 它比它來的高更多哦 而且呢 大家喜歡的像金融股啦 存股等等 它也包在裡面 所以878包的顯然多數都是價值股 清掉之後 那麼881呢 包的當然多數都是成長股了 成長從前十大成分股 可以看得出來 什麼叫做成長 當然產業要未來試了 半導體5G電動車 涵蓋了三大板塊 所以日後如果半導體往下做修正 你也不用怕 因為它有三大主重心哦 所以完全就可以成長型 但是可以分散風險 有三大產業 但是如果你要買這種配對的 當存股的 你應該怎麼買呢 智元說得好 我們可以用定期定額的買法 譬如說我們每個月就撥1萬塊 1萬塊要買兩檔怎麼買呢 如果年紀大概是五六十歲 已經開始準備退休了 麻煩您價值型的比例要6比4哦 可是呢 如果您今天才三十幾歲四十歲 還算年輕了 你就可以冒險一點點 成長型的佔7 價值型的佔3 或成長型的佔6 價值型的佔4 都OK哦 第三個重點 當然就是通膨壓力太大了 剛剛孟道說得好 因為呢 俄烏戰繼續在開打 一個呢 是由出國大國的俄羅斯 一個是全世界中央的糧倉烏克蘭 結果呢 油也大漲 糧食啦 原料啦 全部都飆漲 您說我們該怎麼辦呢 國內這股壓力是從國外吹進來的 通膨呢3.27 以交通通訊跟食物呢 飆得最誇張 因此呢 這股壓力還會再延續 央港呢顯然 因為如果要升息 就是要壓通膨 剛孟道說得好 有可能在第二季呢 通膨見到的最高點 下半年逐漸的回落 因為去年的下半年呢 其實通膨壓力積極是高的 這麼一對比呢 有機會下半年通膨壓力減輕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多注意一下情境一喔 通膨第二季見高點 下半年趨緩 那麼可能6月份生意嘛 九十二月份各生半碼 偶爾六九月各生意嘛 十二月份就不升了喔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現在的計卷利率1.375 到年底其計一 會來到了1.875% 沒有破二 但最壞的情況 若情境二通膨下半年 還是很恐怖的話 那你要心理準備 三月份已經升一碼了 三六九十二都還會再升一碼 到最後年底計卷利率喔 就會破二 索性剛夢到說 情境一的機率高達七成 希望我們的通膨 能夠被央行給控制下來 以上結論跟人家分享 進廣告 回到現場之後 時間交給Jimmy了 台股怎麼辦 今天又重錯 何時止疊 如果要止疊總要有訊號吧 這些的壞該何解呢 航運跟金融麻煩他檢查此期